库珀案从1971年到2021年经过了50年,仍是个巨大的迷环,人们仍在寻找库珀,而FBI已经彻底放弃了。 如果此时,你错过了前面完美捷迹的精彩片段,可点击投降关注小宁说。 2013年5月20日,汤罗总算要见到这个大名鼎鼎的DB库珀了,他已邀请Bob参演纪录片为由接近他。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,汤罗难免有点紧张和害怕。 Bob立马就识破了他们的目的,谈话在尴尬中结束。 第二天,汤罗的朋友吉姆又来到了Bob的住处。 由于担心安全问题,他甚至准备了枪械,他站在铁栏的外面大声呼喊着Bob。 他终于出现了,走到铁栏边,明示让他离开,于是吉姆直接就问。 Bob没有正面回答,直接离开,逼而不见。 这次采访的效果比预想中差很多。 之后Bob对他们就是东躲西躲,很明显就是有意避开他们。 随着汤罗手中的证据越来越多,更坚定了他们心中的猜测。 他们认为Bob就是DB库珀,这个案子就像选欧一样,见得越深就越难抽身。 而此时FBI竟然宣布结案了,在案子发生了45年后,却始终没有找到DB库珀,让人有点匪夷所思。 他是成功逃脱,还是未遂死亡。 汤罗怀疑Bob是CIA的飞行员,与FBI达成交易后便放了他一马,为了更进一步查询真相。 2016年,汤罗在华盛顿提起诉讼,撞稿FBI,要求公开DB库珀案子的全部资料,因为他们认为已查明DB库珀的真实身份。 半年后,案子阴朗。 作为个人团体能打败FBI是多么难而伟大的事情,FBI不得不向他们释放所有的资料。 汤罗在网络上公布了许多FBI的数据信息,一场信息风暴就这样扑面而来,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网络效应,形成了酷货悬望。 一些民间的活跃分子,运用科学原理梳理FBI的资料,提取有用的信息实地调查,但网络的声音与众混杂,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的那个DB库珀。 汤罗对这个案子的坚信程度,从某种程度上确实给人的感觉是,在推动人们相信Bob就是库珀,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为了追逐名利。 2017年,一位报社人员收到一份信,信的落款竟然是DB库珀,信中满是嘲讽,席落FBI,哈哈,你们抓不到我,上面还有一串奇怪的数字令人非减,这个报社人员对数字看了又看,费了好大的劲,总算有了思路。 他用字母转化成数字后,发现有很多地方与Bob存在关联,通过破译竟然发现Bob把他的名字写在了信里,但这种解读方法是否正确也没有标准答案。 一天,汤姆接到一个名为克里斯蒂带来的线索,说是通过分析弄清了库珀的逃跑路线,也弄清了降落伞的位置,是真的吗? 于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努力挖掘真相,他们真的会找到吗? 这是什么?麻袋,可能是降落伞的一部分,于是他们把这个送到FBI,但FBI没有给任何的回应。 事实上他们找的那个地方,很多人都会去活动,并无法真正确定那块尼龙是降落伞上的,也许是,也许不是。 汤姆他们向法院提出动议,他们想要拿到Bob的档案,但当事人反对他不愿意公开,还画了一幅禅实话嘲笑他们,后来法院也没有批准,然而汤姆仍然很坚持,要把这件事调查到底不会放弃。 2019年,Bob去世了,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DB库珀,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1970年代,他确实是个不乏分子。 汤姆本着内心对正义的渴望,的确非常努力,但也许也会局限于证明某个观点,结论会有失偏颇。 有的人选择相信汤姆,Bob就是DB库珀,因为已有足够的争据去支撑,但有的人不信,觉得临有他人,而随着Bob的去世,这件事也就尘埃落定了。 随着时间流逝,这个谜团越来越大,库珀会迫使人们去寻找一些可能永远不知道的东西,而人们也会乐在其中,传说还在继续。